要说琼瑶的眼光也构渡了他发掘的女星 无论是韩清外卖的刘雪华 还是我见有莲的陈德荣 亦或是活泼灵动的赵薇 都非常天和原著角色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 今天小编要说的人物 就是这其中一个陈德荣 一提到陈德荣 梅花烙的音乐就开始在脑海中回荡 想到白银双 想到他楚楚可怜的眼神 才明白这世间除了陈德荣 再无白银双 陈德荣15岁的时候 就已经涉作娱乐圈 那个时候因为电影《国中女生》的播出 琼瑶阿姨第一次 对这个女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用他本人的话说 出现陈德荣 惊为天人 为了让他饰演自己笔下的人物 琼瑶当即立下三年申约 三年之后 琼瑶剧本完成 陈德荣一定要出演 毕竟剧本是为他量生打造的 在后来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这部剧就是梅花烙 很庆幸年纪轻轻的陈德荣 把白银双的不识人间烟火 和楚楚可怜演绎的活灵活现 从此以后 陈德荣平级着不去大火 一时间成为大热人物 如果真的要形容一下 陈德荣当时到底有多火 水云间中陈凯歌老婆陈红 可是给他做配角 一脸幽梦中 就连台湾第一美肖强都是他的配角 单单从这个阵容也可以知道 陈德荣就是当年的人气花旦 是收视保证 是琼瑶最看重的女艺人 可后来陈德荣就好像消失了一般 影视作品中也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即便有也没有让人记住的角色 很多人都说 也许当初他拒绝了 小燕子这个角色 是自己人生抉择中最大的失误 不过如果他没有拒绝 也不会有赵薇把这个角色引火了 女性嫁豪门 陈德荣也不例外 11年陈德荣嫁给了地产富商王赞策 结婚后 因为很少出现在影视剧中 在娱乐圈中积攒的名气 也开始逐渐下降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婚后的陈德荣和老公 感情非常好 还经常一起出去旅游度假 好不自在 但有钱人也有一汉 如今两夫妻已经结婚6年多 依旧没有一子伴侣 这陈德荣本人回应 是两人约定好 不要孩子 只享受二人世界 不管这事不是唐塞外人的忌口 但两个人的幸福画面 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